有一個網站叫做...叫做...那個什麼? Windy 這個各位你在網路上應該會常常看到的 或氣象台 有很多那個氣象台他們也有用他的資料 這個有中文 因為這個是一個法人 所以說他的資料可以明明提供 你不覺得這個留下來了嗎? 有沒有?東北季風啊 你可以看到溫度 有沒有看到這邊比較暖 對不對?比較暖 我們還剛好在交界的地方 剛好在這邊交界的地方 所以說他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看到其實有很多的這個氣象的資訊 那一般像我們看風速 像這兩邊其實風都稍微比較大 都比較大 那你也可以直接搜尋地點 你找到地點之後他就會顯示 在下面顯示他的什麼 就是那個地區的天氣預測 那你也可以從這邊還可以做動畫 有沒有看到? 你要看哪一天的預報 所以我們大概是禮拜三以後吧 有沒有?禮拜三禮拜四以後 有沒有減弱了? 稍微比較弱了 就禮拜三還稍微 有比較二三都比較涼 那禮拜四以後 就比較會溫了 所以用這種方式 你風向啦 那個風速啦 是不是都看得很清楚 溫度也看得很清楚 他不只是有地層的 你也有什麼?高空的 也有雷達的衛星雲圖的 他上面都有 有沒有 上面這邊 都有不同的 所以其實他現在是越做越多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就是你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這叫Windy WINDTY 那如果你想要播報 我這邊氣象 我就可以把這個網頁抓到OBS裡面 因為OBS裡面也有提供什麼? 也有提供網頁瀏覽器的功能 你可以看到上面那個網址在這裡 WINDTY 因為這個其實你真的在電子上會看到 他們有時候會用這一家的那個 就是 氣象資料 他也是蒐集全世界的 全世界的這些氣象資料 WINDTY 那如果你有找了地點 你看我 比如說我們找領東這邊 如果你有找地點的話呢 有沒有看到一周氣象預測 對不對?就在下面 那上面這邊呢 又有那個地點的什麼? 一些資訊 所以如果你是要固定在這個地方的 你就可以把這個把它複製起來 把它複製起來 來 那我們就請大家來囉 來你看我再增加一個囉 再增加一個 有沒有 這是第二個場景 所以你要回到這邊來 你就回到這裡來 好 那這邊有一個 倒是各位可以留意一下 因為我們一般的網路攝影機 一次是只能有提供一個 就是一個控制而已 所以如果說你有 就像我這邊場景 如果我也要用相同的網路攝影機的話 我會在這個網路攝影機 多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它勾起來 不顯示的時候停用 這樣子他才可以把這個資源 釋放出來 給另外一個場景用 這樣了解 好 你如果沒有勾這個 那你這邊的場景就沒辦法用它 你這個要稍微留意一下 好 我到這邊來了 我們的 瀏覽器 就在這裡 你看 加號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叫瀏覽器 所以如果你有網頁的內容 你就可以從這邊 把它叫進來 你現在確定之後 你的網址 就是貼在這裡 有沒有 然後呢 你要的什麼 畫面的大小 比如說我現在是1920 1080 好 確定 有沒有畫面就進來了 剛剛的畫面就進來了 跟這裡的網頁沒有任何關係 因為我們現在是用OBS 自己的瀏覽器 這樣了解 好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 那就可以再把 人抓進來 來問一下 哪位要體驗一下 還是老師來一下 好 學生來 真的真的沒關係 沒問題 有沒有 有沒有同學要體驗一下 氣象主播 自己來 好嗎 哪一位 哪兩位 不要客氣 有沒有 真的都沒有 都沒有趕完了 自從他們兩個玩完之後 大家就玩完了 真的 沒有人 沒關係 那我就從這邊 有沒有 就我自己來玩 好 進來 我就抓到這裡 有沒有這樣就繼續進來了 如果你沒有做剛剛這件事情 就這個勾起來 那你就會沒辦法用 那一樣的方式 我在這邊 是就可以用 對不對 濾鏡 特效濾鏡 色度鍵 我只是再做一次給你看 因為使用方法都一模一樣 那你需要裁切的 按住ALT 把它稍微裁切一下 裁切一下 這樣就又進來了 這樣了解了嗎 好 所以其實你真的可以試看看 因為 現在我們重點 你就會發現 軟體是變簡單的 你要做的是 你想做什麼事情 你要去做規劃 這樣你才有辦法做好的東西 因為其實 我已經 玩太久了 好 這個就是要靠各位 來這樣 老師應該來一下 他們都不要 他們都把肌肉蛋給你 沒關係沒關係 只會 只要會來前面就好 請坐 請坐 謝謝 好 你看 這樣子 老師這個衣服OK 有沒有 因為它跟那個背景差很多 背景差很多 其實效果就不會太差 這個我自己拿 對自己拿 串流是什麼 好 老師問到一個問題 串流是什麼意思 直播 但是你現在按下去 沒有用 為什麼 因為還沒有設定 你必須要設定 就等於說 你在YouTube或Facebook直播一樣 不過現在直播有分兩種 如果你是Facebook的 他的直播是 好像是一次只能 好像一個小時 還是兩個小時 那樣子 就那個 他的有一個那個 驚訝會換 因為他為了避免 像以前那種 在網路上 大肆的那個 做一些不該做的 等等 或者是一些不當的示範 那YouTube現在也有這一種 也有這一種 對對對 所以老師這樣體驗到了 好 很快齁 但是你要自己錄一下 好 我進行動一下 按一下開始錄製 是這樣 你先按開啟錄製 然後你直接按打板 好 這個我網路上買的 呵呵呵 兩百 好像兩百三十塊的樣子 喔這個 對對對 效果還不錯啦 他是比較小的 那標準的 他是比較大一點 比較大一點 這樣我們攜帶不方便 好好好 感謝 謝謝 謝謝 好所以這樣子各位 有感覺了 其實OBS可以玩很多 像這樣我在做場景的切換 有沒有這樣就可以 很容易就切換過來了 對不對 那說真的 如果真的你想玩的話 最好是雙螢幕 好 這個我就停止錄製齁 因為呢 雙螢幕的時候 就會類似像這樣 我今天 右手邊 就是在 錄影或直播 左手邊就是我下一個準備要做的 這樣了解嗎 左手邊 所以呢 如果呢 你們沒有聽過進廣告嗎 看完了 進廣告 進廣告 就怎樣 切過廣告啊 然後我們就下去 上廁所尿尿啊 哈哈哈哈 再回來啊 拜託一下好不好 上面的主持人也是人好嗎 所以你可以準備好 進廣告的 你可以準備片頭片尾 對不對 我就不用在那邊切換嘛 那 這樣就可以了 當然它現在比較新的 現在比較新版本 這裡 也有資源資料夾的概念 你單純的用眼睛開關也可以 假設你都要擺在一起的話 好 所以它也有資料夾的概念 有沒有叫群組 好 你也可以用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 你看我們免費版本就可以做到這樣 當然 最好的方式就是 各位如果真的要做這件事情 最好就是用雙螢幕 也就是一台螢幕 我們講的監控螢幕 負責就是做你的這些控制台 另外一個螢幕 就是幫你把畫面輸出出去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其實是最好的 就是使用上它是最方便 但真的不得已只有一個螢幕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這個 工作室模式稍微切換 這樣也可以 好 這個是可以參考一下OBS的感覺